欢迎来到城市日报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北京出发禁组得闲紧致即将露出神秘真容 肖战北京出发禁组得闲紧致即将露出神秘真容了。 今天绝对是快乐加倍的一天啊! 大帅哥休息一个月了,终于调整好状态开工了。 今日,肖战北京机场出发宜昌,即将要禁组正午阳光孔生导演的新电影《得闲紧致》的话题引发巨大关注。 《藏海传》刚杀青梅多久,肖战短暂调整休息后就已经进新组了, 任谁看了不说一句肖战就是事业粉的天堂,木墙的人特别适合选择肖战作为偶像。 从生活到事业,你永远都不用为他担心,你只需要准备好嗓子欢呼尖叫就好。 不必害怕他又遇到了什么瓶颈,只需要跟住他的脚步就行。 真的已经开始期待肖战的新角色莫德贤了。 此前有消息称该电影7月初在宜昌开机,孔生导演也表示故事背景在宜昌。 正午阳光早在2015年就开始筹备这部电影,由孔生导演《蓝小龙》编剧。 孔导曾表示这部电影太复杂太难了,是不太一样的电影。 他有信心,大家可以期待,是完全想象不到的故事。 顶级班底,顶级团队,真的是让人备受期待。 肖战的职业发展得到了业界内外和粉丝们的一致认可。 肖战事业目标明确,就是要和顶级团队合作,展现了肖战清晰的职业规划和坦荡的职业野心,其清醒睿智让人佩服。 网友说这么好的演员就该按在剧组狠狠拍戏,最好把他按在剧组。 这也是妥妥亲粉丝的呼声了。 有人说肖战电影和电视双修,环都市顶级大导。 这是一个至始至终从未停止奋斗和精进的人应得的。 更何况肖战还有老天爷赏饭吃的外貌以及超强的事业心,巨星肖战还能再顶30年。 粉丝尽管心疼他,也希望他能好好休息一下,可是也是希望肖战趁着当打之年,多多拍戏,拍好戏。 辛苦肖战一人,造福万千观众。 所以大家说肖战的粉丝就特别可爱,他们每天喊着心疼哥哥,一旦肖战进组拍戏,就会喊话导演别心疼,狠狠虐,肖战粉丝全员都是事业粉。 在这里祝福肖战起落平安,咱们坐等官宣吧。 北京电视台曝光肖战禁组 新电影令事业粉狂喜,预定爆款。 近日,在举事瞩目下,青年演员肖战已经从北京出发宜昌,这件事情登上了热搜榜,连北京电视台都在全程报道, 还曝光肖战已经顺利禁组得嫌紧致,这可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电视台官方还透露肖战得嫌紧致令事业粉狂喜,已经预定爆款了,期待肖战顺顺利利。 据悉北京电视台发文曝光肖战已经顺利禁组,新电影《得嫌紧致》让所有的事业粉狂喜,这是所有人都希望看到的结果, 在这一块,大家都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激动的心情易于言表。 对于肖战来说,主演《得嫌紧致》不是稀奇事,网上已经赚了太长时间,在爆料的演员阵容里,肖战, 彭玉畅、你大红等都是观众们期待值非常高的实力派演员,预定爆款,不见不散。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大家也都表达了期待和祝福,期待这部电影可以早日和观众朋友们见面, 也祝福肖战在剧组拍戏一切顺利。 换个角度,真心非常佩服肖战的勇气和感量,无论什么类型的角色,肖战都敢于接受挑战, 关键肖战环都表现出非常优秀的一面,从来都没有让观众们失望。 总之祝福肖战,进组了就安心拍戏,小飞侠都会默默送祝福,为肖战营造安静的拍摄环境。 与此同时,肖战藏海传和射雕英雄传都在路上,期待早日见面。 肖战实力派演员,未来可期。 启程新篇章 肖战北京机场在线人气高潮,移昌新剧组成粉丝焦点。 在北京清晨的首都国际机场,明星肖战,身着轻松舒适的日常装扮, 即使戴着口罩,也难以掩盖他眼神中的星光,他踏上了飞网仪昌的旅途, 仿佛带着满满的期待和活力。 早在机场,他的忠实粉丝们就已经早早集结,手中的手机和相机闪烁不停, 犹如捕捉星光的夜空,只为记录下这一珍贵的瞬间。 社交媒体上,肖战北京出发禁组的话题瞬间引爆,网友们纷纷热议, 肖战的行程紧凑得如同日程表,看来是要霸凭整个屏幕了。 到了中午时分,圈内同行都对肖战即将投入的新项目表示了由衷的敬意。 这部备受瞩目的电影《德贤锦致》,出自已制作精良文明的影视巨头之首, 而孔生导演这次的联手,无疑是电影界的一大盛世。 电影背景设定在宜昌,一个融合了古老韵味与现代魅力的城市, 为影片增添了独特的艺术气息。 孔生导演曾公开表示《德贤锦致》对他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复杂而富有深度。而肖战的加盟,就像给这个挑战增添了一把亮色, 让人们对这部电影充满了好奇与期待。 网友们幽默地打趣,肖战这下可成了解谜高手, 他和孔生导演将如何联手解开德显紧致的层层悬念, 真实令人拭目以待。 从古装武侠剧《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再到奇幻传奇的《藏海传》,再到如今这部神秘的《德贤锦致》, 肖战的角色选择丰富多样,每一部作品都让观众大饱眼福。 网友们戏谑地说道,肖战仿佛开启了无缝衔接模式, 他的事业之路如同过山车一般精彩, 让粉丝们每天都沉浸在欢庆之中。 每一部新作的诞生,都伴随着肖战与业内最顶级的导演和编剧的深度合作, 他不仅凭借精湛的演技展现了多元化的艺术魅力, 更是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努力与实力并肩前行的深刻内涵。 粉丝们对他的热爱易于言表,他们深情地说, 肖战的辛勤付出,我们看在眼里,他的新作品,我们必定全力支持。 当肖战的新电影《消息》一出,粉丝们的热情如潮水般涌动。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充满期待地问道, 莫德贤这个名字,仿佛蕴含着丰富的故事背景, 肖战会如何赋予这个角色生命呢? 孔生导演加上肖战,这简直就是影视界的超强组合, 新电影票房冠军非他莫属。 德贤紧致,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了神秘感, 肖战的新角色,我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一睹为快了。 网友们热议不断,从电影类型到剧情猜想, 再到肖战可能的出色表演,评论区的讨论热度直线上升。 近年来,肖战的作品层出不穷,与众多著名导演的合作, 无疑证实了他的演技实力和广泛影响力。 对于他这种高产的工作模式,网络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有人担忧,担心肖战可能会因为频繁接片而忽视作品质量, 担心他的职业生涯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 但也有许多人支持他的选择,认为作为演员,勇于挑战自我,尝试各种角色和类型,是提升和成长的重要途径,肖战的选择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回应。 无论是正面的赞誉还是质疑的声音,都证明了公众对肖战演绎之路的深深关切和热切期盼。 在瞬息万变的当代社会,肖战以独特的方式诠释了演员这一角色的深度内涵。 对他而言,每一次的角色接演,都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选择,更像是一次富有挑战性的探险,每一次剧组的生活,都是他挖掘自我潜能,拓宽演绎边界的新旅程。 让我们用一种更为开放和接纳的态度,去期待肖战在未来的演绎道路上能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和触动人心的情感。 因为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那些始终坚持自我,不断前行,无论面对何种变故都能保持出新的演员,无疑是最引人注目,最值得我们敬佩和期待的存在。 他们的每一步成长,都是我们对他们才华和毅力的肯定。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